糟了,慢慢下的燈,整支燈鬆了 現在只剩一條電線吊著燈,這次糟了,怎麼辦 上面有電的,我自己拆下來,應該不太行 還是不要冒生命危險 睡房的風扇都是光顧TY Lighting買的 我立即WhatsApp一下TY Lighting,問一下有沒有幫忙 客人當日下午,更加急急地親身來到我們灣仔1800呎紫紫家的呈地室 向Tommy師傅求救,看看有沒有解決方案 Tommy師傅第一句就跟客人說 請客人首先關掉燈,避免不必要的危險 雖然我們每天都有很多安裝訂單 即日就沒辦法立即去行家安裝產品 但是因為客人是我們多年的舊客 Tommy師傅晚上下班之後 就義務上客家 將一支條條的燈 首先拆下來 解除當前的危險 薄庫林花園 橫風橫雨 多厲害 橫風橫雨 橫風橫雨 薄庫林花園 一座 好,這支燈 是客人自己的 跟他之間沒有一樣的,還沒拆之前的 知道 因為現在中間這一段 清潔的時候脫了 稍後幫客人脫下來 解決了沒有這樣半天條條條肺 還沒拆之前 稍後再檢查供電運運作正不正常 好,這邊有一支 另外那邊有一支陰謀一樣的 好,這部份 中間這部份 轉了出來 OK 稍後給他拆下來 好,這裡脫下來了 剛剛也驗證了 之前裝修師傅的 那個 2-ray是 駁錯線的 現在只是 亮燈,關燈 但發揮不到2-ray的效能 一定其中要一邊開了,另一邊才關掉 即不是2-ray應該要有的效果 明天我們就會照樣裝在這個位置 這個打上油的那些我們不會干涉的 拆下來之後 Tommy師傅 立即安排 第二天 安裝部的同事 特別幫客人安裝新的燈上去 客人覺得整個安排非常窩心 又可以解決問題 客人都說這支燈用了 15-16年 其實也是時候要換 但是客人唯一有一個要求 就是新的燈一定要夠光 因為 它是安裝在吃飯桌上 這裡除了吃飯之外 還會用來工作 舊這支燈的缺點就是 嚴重不夠光 Tommy師傅就介紹客人 選了我們這款 TYLighting自家推出的 智能吸頂LED燈 它最大的賣點就是超級光 最高的光度輸出 達3,800個流明 足夠照顧100-120呎的室內空間 另外這個燈可以智能控制 可以使用電話的apps 控制光暗 控制色溫 最重要是有3連的保養 過了保養期之後 LED panel 又後是可以自行更換 壞了不用再買個第二支 好啦我們馬上去片 看看當時裝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啦 好 現在說一下遙控點操作 這個遙控 這個遙控 OK off 按個圓圈 就是off 就是圓圈就是off 打凍 這個就是on on on 然後 然後呢 這裡 這一顆按鈕 它就快速這樣轉 不同的色溫 OK 快速不同轉 是 色溫 這個 快速的夜燈 快速的夜燈 又可以光 是 對 然後到這個符號 向下按 就是暗 向上調 就是光 向左 左是怎樣 這邊是黃 這邊是白 OK 我們看看牆身 看看牆身 應該很夠光 光過之前 對比兩支燈 對比兩支燈 好 光好多 OK 好 搞定 另外這個燈除了可以用遙控控制燈具之外 亦都可以用快按長逼的燈 去控制燈具的色溫 當中是包括黃光的3000K 自然光的4000K 以及白光6500K 大家如果對於意知 TYLighting超級光的天花吸頂燈 有興趣 那就不要猶豫了 快點上來我們1800呎 紙齒一家的陳室 參觀選購啦 這個員如果您的話 記相片